好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未来一周的天气 大致上是以 上午多云到晴 那比较高温 比较闷热 下午 在山区以及接近山区的平地有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 那个云图的部分 我们现在还是处于 太平洋高压在影响 不过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相较于前几天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位在 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边缘 所以势力上来讲 相较于前几天是比较冬退 所以也就是说 太平洋高压势力是减弱的 那这样的情况呢 会维持到下个礼拜一 那太平洋高压减弱的情况下 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 我们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午后雷震雨呢 主要是会在我们的 在下个礼拜一之前 主要是在我们的东半部的山区 还有西半部地区呢 都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而且呢在山区的部分呢 跟中南部的平地呢 有可能出现 局部性的大雨 在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的时候 那到了下礼拜二之后呢 太平洋高压势力呢 又会逐渐的增强 所以午后雷震雨的区域呢 就会逐渐的在下礼拜二减少 那主要的部分呢 就限说在山区 以及中南部的平地的部分呢 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情况 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可以看到 在热带海洋的阳面上 可以看到 在菲林东方海面上 都有些队流在萧萧涨涨 那这样的队流萧涨呢 那其实如果在比较靠近台湾的时候呢 会为我们的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 带来一些降雨 那这样的降雨呢 就不限在午后 那其他的时间也有可能发生 那我们预估在 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呢 在东南部恒春半岛降雨呢 会稍微的明显一点 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那另外下一个礼拜一之前呢 在我们的西半部地区 在夜晚到清晨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那这一点也要稍加的留意 那至于详细的降雨状况呢 我们有 定量降水预报 今天的详细状况 我们有定量降水预报 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从定量降水预报上来看 可以看到 主要降雨在白天的部分呢 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那特别在山区 以及 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平地呢 有可能出现决不幸的大雨 这个是今天 雨势比较 比较明显的事 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那另外可以看到 从今天的夜晚到明天清晨的部分 可以看到 山区的部分 雨势上来讲还是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 就是 今天的午后雷震雨呢 有可能下的比较晚 那另外可以看到平地的部分呢 就是在夜晚到清晨的时候 可以看到平地的部分 也是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的 就是在 夜晚到清晨 在西半部的 西半部地区夜晚到清晨 也有一些局部短山阵影发生的机会 这点也是 大家要多加留意的地方 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 未来一周的气温 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都还是比较 偏向闷热的 各地的高温可以来到 33到35度 那另外在近山区 还有河谷的地方 以及我们的 华东粽谷里面 还有可能出现更高的温度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 多补充水分 以防粽暑 那今天 这是今天 最新的天气预报说明 谢谢宗益 台湿施语有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 台湾上空的冷星低压 对台湾天气的影响 好 至于冷星低压的部分 我们由 云图上来做个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巴士海峡到 台湾海峡南部这边有一个 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有一个 一个逆时中的环流 这个就是冷星低压 那所谓的冷星低压 它不是在地面上的天气系统 它是属于比较高层的 温度比较低的封闭环流 所以它对我们的天气 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要注意 如果 低层的 大气 就是地表的大气 如果有对楼发展起来 发展到比较高层的时候 它比较冷的环境 就会提高大气的不稳定度 造成原来发展的对楼 发展的更剧烈 如果以今天来讲的话 因为第一个它位置 比较接近我们的南端 第二个它有可能提供 比较对流不稳定的环境 所以它有可能造成 我们中南部地区 如果午后 正于发展起来的话 有可能有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 这个是它的特征 以及它对我们天气 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好的 谢谢 那第二个提问是 台湾附近的海温 风切等等状况 是否有利于接下来靠近的 热带扰动 或者热带低压增强为台风吗 我们从云图上也可以看到 目前从菲律宾东方海面 一直到南海这一段的热带阳面上 都有一些对流在萧萧长长 显示海面上的海温的状况 是有利于这些热带云处 或者是热带扰动 就是它深层 就是它会有一些 扰动跟对流消长发展起来 但是如果 从持续发展上来看的话 就是要看它的风切条件 未来风切条件并不是 不完全有利它发展 也就是风切条件并没有太好 所以它在哪里发展起来 以及它后续的发展强度是怎么样 目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气象局未来在下周 其实这个是我们未来 预报观察上的一个重点 我们以后持续的 看一下这些最新的模式 对这些热带的云处 热带的扰动它发展的状况 那也请大家更新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